关于我们在练习吐蜡 是收腹呢还是放松啊 其实这个问题呢 我们有很多的同学一直都在问 练习吐蜡要有很多种文派 也有很多种方式 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所讲的呀 这种呼吸呢叫做利腹式呼吸 在生理学上呢又称之为电容呼吸 它主要的原理就在哪里呢 在我们吸气的时候 我们是收腹的 收腹呢一定记住是收肚脐以下 不要去收这个腹部以上 我们在收肚脐的时候呢 我们的齿骨就是我们的小腹 有一个微微的上皮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腹部的溶挤啊 它就会变小 然后里面的压力就会变大 我们的横隔肌呢就会紧张 它就会往下沉 所以说就能够让我们的呼吸呢 能够迅速的向我们的丹田的这个地方呢 去运行 所以我们在练习呼吸的过程当中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全身是放松的 你的筋骨你的肌肉 你的整个动作是松弛的状态 但是我们的呼吸一定是深吸 常呼吸气你就收复 那么我们在呼气的时候 我们就自然的放松 把我们的横隔肌 它自然的会上体 就呼出了我们体内的浊气 各位同学 大家记住了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